愿一切荣耀仲赞都归于我们的神 主若许可 再一次重温雅各书这段耳熟能长的经文 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不用再去找一些 我们未听过的东西 我们不用怀着一个好奇心 去研究这段经文 有什么是我们未发现的呢 这个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更加去专心 去听一下神 今天再用这段经文 提醒我们的什么 不知道呢 你看到坟墓 坟墙 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 主若许可 大家都知道 对呀 生命不是我们去掌握的 会不会你看到坟墓的时候 就会很不努力 今天干嘛 但是主日 见这些东西 又不是复活主日 不过坟墙 坟墓 墓碑 每一个都是代表一个很独特的生命 它令到我们去思想人的生 和死 每一个墓碑都讲一个生命的故事 墓碑上面刻到一个姓名 出生的年月日 离世的年月日 一个生平的事件 还可能是一个人 在世上完成了的任务 如果你再留意 一个冒字名 冒字名是一个死者 他很想留下 告诉人 他这个生命是什么 可以是他自己写 可以帮他处理身后事的人去写 有人他说 其实每一天一觉睡醒 你都不肯定是否可以穿同一对鞋 再一次的落床 生命就不是我们可以掌握 我们应该如何怀住一个态度 去面对我们的人生 主若许可 让我们一同去祷告 主若许可 我们可以做这样 我们可以做那样 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传流 主啊 我们今天很想用这一段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再一次去检视我们的生命 这一刻我们所捉的是什么 这一刻你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有什么是你想我们的人生 不要白过 有什么是你想我们放手的 求你今天再一次对我们说话 我们的土告交托 奉主名祈求 阿们 好 让我们一同去中读 这几节的经文 好 预备起 注意 有人说 今天或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赚钱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露 出现片刻就不见了 你们倒应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能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那事 现今你们竟然狂傲自夸 凡这样的自夸都是邪恶的 所以人若知道该行善而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就是他的罪了 如果你还记得 两个星期之前 智旋牧师去提醒我们 不要与世俗为友 今天 雅各 他用了一个例子 他说 注意 有一帮商人 他们与世俗为友 可能你说 我又不是商人 我都不是做生意 这个经文不关我事 不过 不是 注意 有些人说 可能 这些人的人生态度 都是对我们 有一个提醒 这帮人有什么特别呢 这帮人的特别之处就是 他以为自己 说了事 他以为 他人生的剧本 就按住他的计划 可以一模一样 可以想怎么就怎么 注意 这帮人这么说 他说 今天 或者明天 这个特定的时间 我们 要去某一个城 我们要在那里住一年 我们要做买卖 我们要赚钱 在原文 他是用一个 将来的时识 一个直述的语态 就是说 一定 可以按住我们的计划 一定可以这样去发生 我不知道 你见到这一节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受呢 那时候 那时候 你可以这么大口气 说去哪里就去哪里 住一年就住一年 做买卖就做买卖 赚钱 连结果 你都知道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么狂妄 还是你这么无知 可能现在你身处在香港的社会 去某一个地方 可能你有钱就可以了 不是太难的 当然你有一个 passport 你有一个可以出入境的自由 可能你真的随时说飞就飞了 我们国际的机场 有这么多的航班 你肯付钱 去到的 又或者你去澳门 就算你现在不搭船 你都有港珠澳大桥 回内地都有很多选择 可以经铁路 可以经陆路 又可以搭高铁 怎样都可以 可能现在 我们都可以去跨口 或者似乎我们可以跨口 但是当时的人 如果他这样说 他未免是太无知了 你想想当时 他要出行去某一个城市 他要大部分的方法 都是走路的 就是步行 谁可以肯定 你日日身体都这么强健 就算你是跑马拉松的好手 你的状态 你都不可以去肯定 更何况 在路上 你可能会遇到突发的事 可以遇到猛瘦 可以遇到有贼 去抢你的钱 你又可能会病 又或者你要搭船 你都要看看天气是怎样 船旗 都不是你去控制 但是这帮人 他以为 他想怎样就怎样 为什么呢 或者他们以前试过得 有一些成功的经验 我们不知道这帮人 是不是信徒 不过我相信 这个心态 雅各说得出 可能在他们当时 这个群体有这些人 又或者 这是一个提醒 因为如果你不注意 你都很容易 与世俗为有 可能看到这里 你见到 其实做买卖 没什么大问题 是不是 我们大把人 都是做生意 现在网上做生意 又这么简单 做生意 不代表你贪钱 不过 如果我们注意 做买卖这个字 原文其实只出现在 雅各书 以及在《彼得后书》 二章三节 取得利益 请听我读 《彼得后书》 那里是这么说的 它们因贪婪 要用涅造的言语 在你们身上取得利益 它取得利益 是出于贪婪 这样就有问题了 如果你还记得 在上文我们说 为什么不可以 与世俗为有呢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或者你记不记得 在上文 都在说贪婪 那件事 那时候 他在说 有些人 他们的贪恋 他们贪恋的东西 他们得不到 他们也不向神求 当然 因为他们知道 祈求的结果会是怎样 神会比 明知是网球 明知不合神心意 所以即使是信徒的群体 有些东西想要 明知是出于自己的贪恋 他们不会求 他们就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法去做 所以这里 其实做买卖 不是我们平时 这么想 很忠诚 我们现在做买卖 其实是可以很忠诚 不代表你做买卖 有些人的想法 就是逢 逢商必奸 不是的 是可以很忠诚 就像你做生意 你也可以是 做一个很有良心的商人 你不需要为自己赚到尽 或者你都听过一些社企的机构 他现在如何去服侍社群 他制造一些就业的机会 给一些弱势的社群 接着利润 他又不会赚到尽 他会给予合理的工资 实际上是 帮这帮弱势社群 去照顾他们 让他们有谋生的能力 这样也是不错的 所以牙角这里不是告诉我们 不要做商人 不要去做买卖 这样的意思 不过贪婪 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检视的 因为香港大部分的广告 又或者我们去找工作 我们很努力去读书 似乎都是离不开钱 我们的目标 好像都是放在我们将来 赚到多少钱 或者我可以得到多少 金钱本来不是邪恶 但问题是贪财才是问题 在香港 在香港赚钱 好像很容易的 有投资 有投机 以前简单就是 大家节衣缩食 存钱 买砖头 保值 买到一层楼 自住 安心 再得到的话 有能力买多一层 可以租给人 如果再得到的话 又买多一层 收租 又可以的话 帮助你的子女 你的子孙 存在首期 他们结婚 没有后顾之忧 随时就可以生年肉类 这些都是我们香港人 很常有的表现 近来再吸引我们的 新闻的注意力 就是加密货币平台的事件 某某的加密货币平台的骗案 原来据报已经有15.5亿的金钱被骗 为何这个平台这么受欢迎 因为它捉到我们人的心理 找到一些很受欢迎的网红 说他们的生活很吸引人 原来很容易 你放些钱下去 就有20厘的回报 20厘 你买楼都未必可以 不是每次你都可以迎接那个星浪 20厘的回报 很吸引 当这个骗案爆发的时候 人就发现 其实 哪有这么大只甲 随街跳 当然不是每一个都是为了贪钱 但就是少了警惕 少了谨慎 马亚国这里提醒我们 其实 当我们去做计划的时候 我们要想清楚 究竟我们这个计划 会不会出自我们的贪恋呢 这群人 开始 亚国说 注意 有些人这么说 咦 去到16节呢 他说不是有些人是你们 亚国将那个焦点 说回这群人 在信徒当中 哇 你以为你自己说了事 你们真的是狂傲 自夸 说两个呢 字其实是很相似的 把两个这个狂傲自夸 放在一起 就是要加强那个的严重性 他狂傲些什么呢 他狂傲自己有本事 狂傲自己有能力 赚到钱 做到商人 狂傲自己有好的生意头脑 有计划 于是可以做买卖 连得多少利益 赚多少钱 都觉得是在自己的掌握当中 这样的自夸是邪恶 为何呢 因为他们所有的计划都是我们的计划 神排除在他们的生命之外 没有神参与的 他觉得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他忘记了 其实生命不是操纵在他们的手 他忘记了 其实幕后有神 在做一切的策划 这一切就是邪恶 当我们的计划 没有放神在里面 以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夸我们自己的能力 夸自己过去的成就 这个就是恶 嗯 其实 是不是代表我们的人生 不用做计划呢 其实 如果你说 我要主作主 主若愿意 有时你都听 德行姊妹很喜欢说这句 主若愿意 那是不是不用做计划呢 那你就想想 有很多人曾经跟主耶稣说 主耶稣我跟着你 我做你的门徒 你这么出色 你拉给你 你收我做门徒 主耶稣不是个个都收的 主耶稣都提他们 做门徒 你考虑清楚 你付不付出到那个代价的 有没有人他可以建一座楼 他不先坐下去计算一下 起不起得成他才起的嘛 所以其实 神是起愿我们有计划的 只是当我们做计划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是很想贪呢 会不会是很尽呢 去到 今天我们都会再一次去想 想这个问题 比如说 现在都继续 还有很多弟兄姊妹 在考虑移民 一水一水又一水了 当你计划移民的时候 你都会做很好的计划 你都会去探听一下 哪一个城市 那个城市有没有人支援你呢 有没有可靠的亲朋戚友 有没有教会呢 你的子女回到那些学校 能不能进入的呢 跟什么人做同学呢 你的邻居又怎样呢 会不会附近有一个大型的超市 起居饮食很方便呢 或者你何时租楼买楼 有些弟兄姊妹 都计划得很好 非常好 只是当我们去计划的时候 我们都要再看清楚 我们不是跨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的资讯 我们的人物 我们如果这样的夸口 都是邪恶的 当我去想的时候 其实投资 我们很容易就想这一刻 我们很容易就想今生的财宝 当你再去看看你最近 你最近的祈祷 你在祈祷些什么呢 是今生的财宝 还是永恒的财宝呢 我曾经去上过 三幅教师的训练 那个训练的特色就是 你要在平日的日子 我想说一个信徒的见证 一位信徒一位姊妹的见证 他去上三幅教师的训练 他要放下一些东西 他说他好几年前已经计划去做的了 不过因为他开了一间小的公司 这间公司就是他 还有几个员工而已 如果他去上三幅 就是说那几天他就要关门了 他就会接不到订单 平时因为COVID 和之后的经济都是一样的 他都预计了可能他去上三幅训练 他开不了门去做生意的时候 他可能要欠钱 他都要拿着副头去上 因为他觉得这个计划很好 他很想他的人生投资在泳行的计划里面 很想他的财报放远一点 他很想他的钱不是为了自己生存 为了自己生活好一点这么简单 他很想神给他有这个机会捉紧他 于是他就去上了 结果是怎样呢 当我们听这个姊妹去讲见证的时候 他说这几天上课 他不单止不用拦着副头 还每一天有些订单自己来找上门 他都解释不了 为什么会有订单自己来找上门 我明明是没有开门的 又不是发生了什么 又不是减价促销 没有一些营商的策略 但这些订单就是这样找上门 所以几天他每一天都有几张订单 不是一张 我们听完之后 我们当然是感谢赞美主 因为通常我们三幅的见证都是赞美主 可能街头报道遇到什么对象 信了主 或者我们为了祈祷很久的朋友 亲戚信了主 这个姊妹的见证都给我知道 当我们制定计划的时候 如果我放神在里面 结果可能很不同的 我不用挥得很辛苦 神是那位厚似伯物给我们享用的主 各样美善的恩责 各样完美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如果我制定计划的时候 我有这个心态 神随时可以给我经历的 当然在他的计划里面 是他的想法 所以当我祈祷主约愿意的时候 我当然很想神按着我的想法去做 不过很多时候都未必是这样 主约愿意的人生 就是我们下一个回合要讲的人生 这个可能是我们大部分人 都很想去有的 我们都很想过的人生 主约愿意 这个特征跟之前不同 不会那么无知 不会以为自己可以夸口 明白生命的本质 就是明天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不要说明天 下一刻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对啊 你说空有成竹 你以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真是很狂傲 真是无知 真是邪恶 珍言他这样提醒我们 他说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对啊 真的预测不了 我们都预测不了 原来那个台风 真是杀我们措手不及 明明早期的时候 都知道小犬 是有很大的威力的了 他是一个超强的台风 怎么知道呢 慢慢又说他走得很慢 慢慢又说他减弱了 变成了一个台风 然后星期五 风和日来 星期六 一切顺利 没什么呀 最多都是掛3号 谁知道突然间 星期日原来 很早 风又杀来了 12点多就要过8号了 那怎么办呢 突然间 崇拜都要减了一堂的实体 这些不是我们可以预计的 没有人猜到的 就算天文台 或者是前天文台的台长 都知道 他懂很多东西 但也有很多的变数 很多的保留 又或者现在的尾巴冲突 都发生了很多年 大家都预计不了 就是选择那一天 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 都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收科 怎样才可以完结 那些无关事的平民 无端端被老 可能被杀 可能被虐待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阿葛他说 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呢 是一片云霧 一片云霧 好像若白那样说 云霧就是一口气 咋一声就没有了 不是天上面那些云 是一口气 好像一些水晶气 好像一些冒气 出现 一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出现也不是生命要出现就出现 是被出现的 在原文的出现 不见了 都是被动的 生命呢 生命呢 咋一声 被出现 被消失 好像那些坟长的墓碑 你仔细再去看 那个出生的年月日 你加一些的历史的背景 被出现 那个生命在那个时刻 在那个场合出现 被消失 都不是你控制 想想你自己 你以为你走着你 决定得安排得很好的人生 都不是的 是你被出现 在那个家庭那里 成长 你被出现 在那个学校 那个环境读书 你被出现 在那个环境那里生活 去帮助人 去服侍人 这些都不是我们去掌握 上个星期 另一单很触目的新闻 就是有个青少年 他读书可能很大压力 所以下午就离开了学校 就去了自己一个去走 大约知道他在哪一个郊野公园 于是大规模的搜索 他没有任何的行山装备 没有凉水 没有人去跟他同行 身上没有电视的设施 不可以偵測他在哪个位置 他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暴雨 经历了三号 八号 九号 黑色暴雨 但是八天之后他生还 有没有人猜到呢 当大家都很热切地为这个年轻人祈祷 主药愿意 希望找得回 但是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 我们大部分的想法都是 找回一条尸都好 主药愿意 我们控制不了的 掌握不了 出现 消失 控制不了 也都猜不到 也都有一些的墓碑 看到很年轻的生命 几日 几个月 几年 这样的墓碑 有没有价值呢 看到网络上面 有一个八岁的女孩 她的墓字名 她的家人这样写 我来过 我恨乖 六个字 我来过 我恨乖 我年轻的生命 可能几年 几个月 几日 都是神安排过 出现 不见了 都是对他身边的人 有一个影响 有一个价值 主药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了 我们的计划 我们有没有去跨后呢 还是我们都被提醒 其实 我们的生命 此时此刻 在这个地方出现 都是出于神的主权 其实主药愿意 是很积极的 不单止不是消极的 神你安排 你想怎样就怎样 不是这样的 原文的意思就是 我有计划 主药愿意 你就会让我传留 你就会让我成真 这一切 是很积极的 所以当我们再一次去祈祷 当我们说主药愿意的时候 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心态 我们是很被动 还是 我很想按住神的真理 主药愿意 我就这样去出击 为主去设计一些计划 让主去带领我去成就 说到这里 我相信大部分基督徒 包括我都很希望 如果我愿意过一个主药愿意的人生 我的生命就可以平顺一点 因为我有祈祷 我有祈祷 我都开放给神带领我 如果结果 或者出了冊子 代表什么 我没有祈祷 或者神要惩罚我 我们都很想主药愿意 是带来一个很顺利 按住我们的想法去实行的事 有一个三十多岁患病 患癌病的姐妹 她的癌症是很恶毒的癌症 所以她的医治要用很多的钱 令到她欠债 当她一直去抗癌的时候 她妈妈离世 她爸爸都病重 主药愿意 她一直都是过着主药愿意的心 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或者在你的经验 你的想法 你觉得她的人生会怎么样 可能就是这样没有了 神接走了 你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又或者你遇到这些 这样受苦的弟兄姐妹 你心都很痛 主药愿意 你医好她 主药愿意 你帮她 主啊你不出手 但是这个生命在十年之后 有一个很不同的人生 十年之后她痊癌 应该说她的癌症是受控制的 她欠债 但是她从头离过 她转了行 而且她结了婚 她和她丈夫都有各自友好的职业 还计划主药愿意 如果退休就可以回山区 去教小朋友读书识字 其实主药愿意的人生 可以是很不平顺的 为什么 因为神是那个导演 神没有告诉你 你的剧本是怎么样 不会说主药愿意 然后我们祈祷的时候 神就将你那个人生的剧本 摊给你看 于是我就好像演员 刚刚住我的角色 我就去做 没有的 主药愿意的人生是 你信服 你去学 你将你的计划 摊给神 神那时带你去做些什么 你就去做 神给你预的处境 你就去忍耐 你就去做 一步一步地去过 走步见步 所以主药愿意的人生 是一个谦卑信服的人生 这个是神特意的 因为好像全道书他都提我们 他说顺利的时候要起落 我们最开心的了 主药愿意 然后顺利按我们的心意 起落 患难的时候就当思考 上帝令两样都发生 因此 人不知 将会发生什么事 神才是个导演 所以下一次 当我们祈祷 主药愿意 不是按照我们的剧本 去走的时候 那就真的好了 因为神告诉我们 你既然主药愿意 你既然愿意过这一个人生 那我就带你一步一步地走 那条路就不是铺全给你看 康庄那么大度 可能是一条很窄的路 可能是一路走 慢慢走 慢慢走 好像这个姐妹一样 回头十年 走了一条路 多大的癌病 多大的难关 主药愿意 神传留她的生命 好像那个青少年一样 八日 都可以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之下 求生 她妈妈说她又靠意志 靠溪水 但我们更加相信 主药愿意 所以她的生命继续传留 是的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 当我们再一次去祈祷 你想想你最近在祈祷什么 有没有一些计划 不断地祈 持续持续 是什么来的呢 是的 如果最后 不是按着你的心意 这样去达成 你的心态又会怎样呢 你愿不愿意信服 知道神的带领 就是祂去设计 就是祂设计 你只需要信服去配合 最后呢 雅各 他和我们说了 一节的经文 去做一个总结 他怎样说呢 他说 人若知道 该行善 而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主药愿意的人生 不足够 神更加重视的是 我们的生命 不再与世俗为有 就是说 一个人不可以依奉两个主 一是依奉神 一是依奉马门 没有中间路线 没有灰色地带 不可以做一个心怀意义的人 当你的心 当你的计划 愿意主药 愿意这样的行 这样去过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行善了 行善这件事好像很容易 可能每个星期六 你买一支旗 日行一善 做了 可以的 行善 但是这里 雅各区提醒我们 行善 不单止是 我们知道要行善 而不去行 就是他的罪 就是说行善 又包括去做 和不做 很简单 譬如你说 见到有个人 下车 然后他漏了他的银包 你说我没有 没有贪 我没有拿他的银包 我没有袋下袋 但是你又没有提他 去拿回他的银包 这个也是你的罪 所以罪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 你做了一些 不应该做的事 另一部分就是 按你的本分 你是知道的 但是你没有做 这个也是罪 雅各提醒我们 在第二章他这么说 经常记着 要爱伦如己 你们若切实 守者 至尊的律法 你们 就做得很好 整个雅各书 他都是提醒我们 我们信主的 我们去听神的话 将神的话 放在心里面 我们生命自然会改变 我们会愿意行道 当时的人 可以去会堂 去听到 已经是 很好 很感恩 但是这样是不足够 当我们的生命 是主要原意的时候 我们自然 就会很自然去行善 我们会用行动 去表达 我们爱神 爱人的心 其实很多时候 行善 我们知道 又或者有时 我们会觉得 行善 好像很困难 因为 怎么才叫做行善 就好像买一支旗 也可以叫行善 标准又可以很高 曾经有个年轻人 他觉得 那句 什么私比受 更为有福 真是 很难 很难做 想回自己 这么辛苦读书 为什么 读好成绩 为什么 想入一间好些的学校 好些的大学 找一份好些的工 为自己多些东西 但是居然这个道理是 私比受 更有福 怎么可能呢 明明你整天的人生 你都是为自己 都是为自己的计划 怎么可能 你辛辛苦苦 都可以分出去 令到别人去享受 都是没什么可能 怎么去明白这个道理呢 他就跟着他的爸爸妈妈 一起去学了 私比受更有福 跟他们一起去 爸爸妈妈出去服侍 他们又跟着他服侍 爸爸妈妈去帮人 他们就跟着他帮人 他就跟着 可能他是很小的 他就跟着他们的儿童导师 大一点的 跟青少年的导师 再大一点 又初职的导师 又或者他们在团体 就跟校发他们的组长 校发他们的榜样 他们就这样去实行 这个青年人 他慢慢就明白了 有一次他见到自己 一枝很漂亮的原心笔 见到旁边的同学 眼睛睛望着 他就想 好,我借给你用 本来他不肯的 他自己不肯借的 借给他用 谁知道他见到 那个朋友用得很开心 于是他慢慢明白 对啊 原来自己用固然开心 但是如果我行善 我给我身边的人用 他也可以很开心 那个满足 那个喜乐 原来是超过他拥有的 一个小朋友 一个青少年 都可以用这些 很实质的 很简单的方法 去行善 何况是我们大人呢 可能神都给你一些任务 很多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 行善 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为你祈祷 或者我们用神的话 去兼顾别人 这个也是很好 因为我们很相信 神知道如何去帮他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这样说 神会祝福你 你有些什么呢 你继续告诉我 让我为你祈祷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当我们去爱人 去爱神的时候 行善 都要有实际的行动 不知道你有没有 认识一些的肢体 很多时候 他们很热切地祈祷 神让他们 见到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说的异象 可能真的是 发梦 又可能是他们遇到一些人 和他们分享了一些事情 令到他们 有一个热心去做 这个就是他们祈祷 所得的果效 所以祈祷是会带来行动的 这里它提醒我们 这个漫画提醒我们 下一次 或者你一直为一个肢体 一些需要去祈祷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呢 我们实际的行动 是一个行善的行动 那个实际的行动 可能开头是有很少的 因为施比受近有福 是要你慢慢去付出 你才会经历多些 你都不需要勉强的 好像我们捐献那样 我们不需要勉强的 捐得乐意是神所喜悦的 神有没有提醒你 可能我们的实践就是 我一直很为一个患病肢体去祈祷 我今天就决心去帮他 或者决心去探他 或者去照顾他所关心的人 这个善恨 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贵 也是一个知恨合一 我们生命达到的境界 不是看我们的善恨 是有多大有多小 而是我们知道 我们就去行 这个是神所喜悦 也不是我们有 我们才去给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一些很激励人的例子 比如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施比授更有福》这个道理 很多时候不是发生在一些很富有的人身上 可能就是发生在一些慢慢紧的人身上 他连自己都是刚好而已 但是他看到他旁边的人有需要 他就想了 哎呀 是的 这笔钱 或者这个物件 我都很需要 但是你好似比我更加急 你那个延微之急 更加重要 我还可以等一会儿 这个人就把他自己有的东西给了人 施比授更为有福 有时这些人越经历 他会经历 是的 神就这样用我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 于是当我给了人的时候 神又不知为什么用另一个方法给回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这些人 我经历过见过这些人 除了神学院的学生 老师之外 我曾经经历过一个同事也是这样 他不会理自己有多少工资 总之他见到有需要的学生 他就会去帮 他会教他们 譬如这个孩子营养不良 他又会教他们去煮菜 教他买一些便宜菜 让他吃得胖胖胖胖 神又会感动他 去送一些礼物给一些人 那些人收到又会很开心 他有时都行善行到一个地步 原来自己的荷包开始没什么了 试过有一次 就是他老公跟他说 他说神很好 神今天透过老板 又加了我的薪金 他就觉得很特别 因为他老公平时不太经历神 但他老公见到太太 这样施比受近有福 于是他老公也经历到 原来你给出去 神用另一个途径给你 今天去服侍的弟兄姐妹 无论他是服侍街坊 无论他是在教会 做不同的侍奉干位 我相信他的行善是出于爱神 爱人的心 神一样可以用他 这样去祝福不同的人 所以当你去参与行善的时候 你不需要太介怀自己给的东西有多少 你不需要太担心 最后我们想起 很多人我们很重视 我们的功名利路 或者我们人生的计划 我们很想我们的毛字名 是很出色 很想人家记得 我们一些风高遗迹 不过我找到这个毛字名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贝多芬的毛字名 也是挺特别 因为当我们说起贝多芬 我就会最记得 这个音乐家是聋的 他慢慢失聪 但他的音乐仍然是写得很好 很好听 很简单的快乐众 我们也很熟悉的 很简单 又或者有些广告 也经常用他那首第九交响乐 那首 我们记住贝多芬 就是他作了多少交响乐 或者他的出生 神摆在他的时期 也是音乐发展一个很特别的时期 在古典时期 浪漫时期中间 就诞生了贝多芬 这个伟大的音乐家 令他的作品可以承先启后 神这样安排你的生命 不过他的毛字名 原来也跟行善有关 他的毛字名 是他身边的人写的 他这样评价贝多芬 他说 他总是以他自己的 一火人类的善心 对待所有的人 原来他可以有很多音乐才华 是神给他的 他也善用了他的音乐才华 写了很多的乐章 不过在他身边的人 最经历到最窩心的 就是贝多芬 那火之恒合一的生命 他知道善 他就去行善 他对人的平等 不偏待人 所以他身边的人就经历到行善 知道就去行善 这个就是他的毛字名 但我们的毛字名 不是我们写了一下 才写上去 是我们一生的累积 可能你的生命 你觉得仍然是有好长的 主若愿意 你仍然可以存留很久 仍然可以存活很久 不过 今日神 如何再提醒你 去过你的人生 就影响你在这一刻的决定 让我们去闭上眼睛 我们去蜜想 神想我们过一个 知恒合一的人生 今日 这一段 已熟闻牆的经文 可能对于我们 都是很熟悉 但神仍然可以提醒我们 每一个 如何去活我们的人生 神今天如何去提醒你呢 有没有一些计划 你一直为了祈祷 祈祷了很久 你捉得很紧 虽然你的心态是主若愿意 但是 你很想神按住你 那个剧本去做的呢 如果有的 你现在可以祈祷 你试下 给神信心 你试下信靠祂 你试下相信祂 你的人生 是可以给大导演 去指导的 剧本是 独一无二 所以你不可以抄 别人的那个人生 别人的成功的经历 可能你很羡慕 不过 神在你的生命 有一个计划 你去祈祷吧 如果今天神去提醒你 你要去行善 你是祈祷 神听到 神也都给了一个热神 给了一个仪像 你要去行善 你今天 你会去做些什么呢 把握你这一刻的力量 你的手 如果有行善的力量 你就不可以推辞 你要将你的善恨 行在那些 应该得到的人身上 今天你 神再一次提醒你 要怎么样去行善 去经历一个 私比受 更有福的人生呢 亲爱的天父 我们的生命 好像一片云露 出现小时 就不见了 主若愿意 是呀主 我们很盼望 当我们再一次 去用主若愿意 去祈祷的时候 我们不是执着我们 自己的计划 我们不是当失望来到的时候 我们说主若愿意 而是我们知道 你是我们的导演 你带领我们的人生 是可以过得很精彩 你让我们的生命全流 失去 都在你的计划里面 主呀 我们的生命很短促 如非的一生 愿我们由敬畏的心 去数算自己的日子 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祈祷奉主名祈求 阿温